Hello,大家好,我是小贝,一个来自新安妞啊 这一天直播呢,好多车友啊,对老邓的车比较感兴趣 然后呢,今天老邓刚好在收拾车啊 咱们来让老邓给大家讲一下他的车啊 好多朋友都问小贝啊,说是您的车算不算是非法改装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跟老邓是一样的啊 然后老邓的车呢,是一辆零木的浪迪 大家看一下,他的座椅都是在的啊,都是完整的,对 所以说呢,这样是不算非法改装的啊 哎,老邓,你给大家讲一下啊 你这个车是平时怎么睡觉的吧 我这个车呢,是好法改装啊 很多人问我自己也没有介绍过 我这个呢,是七座的车子 后面是三个座椅的,前面是两个座椅的 然后我平时的话,我是把座椅放平的 因为我这个是有座椅的嘛 所以就铺个床直接冷睡的 然后我设计的就是前面 是房车的那种座椅是可以放平的 到前面看一下啊 然后你看这个床,这个这样子的话是可以坐人的 就正常这里面坐两个人嘛 然后脚啊,就放这里嘛 然后我要睡觉的时候 因为我就一个人,所以就不坐人 平时的话我就是把它弄成大床模式哈 对,这底下还可以放一些东西 底下呢,还可以放很多就是汽车的配件啊 一些杂物全部往里放 对,然后这个一放下去你看 这就是重平的哈 不平的话调一下角度都可以平了 然后这里面呢,长度的话是从头到尾到车门的话 是大概两米零三左右哈 两米零三 对,然后这里面这个宽度是一米 然后九十多哈 这里面后面的宽度是一米二五 就是整个后面的宽度是一米二五的 是两个成人其实没什么问题 对,主要不是太胖的那种 把那个被子一铺上就可以了 然后在底部都是可以收纳的 你看这些箱子都是储物的 就是一个个储物的 对,然后它这好处就在于 它把这个座椅放上去的话 也是可以正常做人的 然后今天呢,老邓刚好在收拾 那老邓,我想问一下 你当时改这么个花了多少钱呀,大概 呃,里面的话花了差不多三个W多了 哦呦 哦,底部,你看一下底部的这里的一些隔音都是两三层的 哦,对,在这边做了隔音 隔音子,镇宝温都三层 然后里面上面也一样 上面是多毛皮嘛 然后全部里面都翻新的嘛 加上窗帘那些嘛 然后前面座椅皮也都是成不换的 前面两个座椅颜色有一点点区别 是因为那个是真皮 这个不是真皮 哦,对,所以前面两个就 就主副驾驶两个座椅的皮子是真皮啊 真皮座椅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有些人可能说怕不够长哈 我跟你说 第一两米的身高 睡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老邓你多高 我一米七几啊 嗯 不到一米八哈 你看我头睡到底你看还有那么长 对 看到吗 对对对 还那么长 长多了 而且我的脚到这个位置 我抽门只关到这里嘛 嗯 这里还有五十公分 嗯 然后门板关上来的话就到这嘛 这里还有三十公分 那你其实这还能塞个立起来的东西嘛 对啊,我的桌椅 就是户外的桌椅 就你看到桌椅就是在这放的 对对桌子 石木桌子还有凳子是老凳的 对 然后他平时呢就把这个桌椅就立在这儿 对 垫子直接就立在门缝这个门缝里面就夹住 对对对 挂了嘛 对 因为长度是足够的 老邓是一个比较追求精致的人啊 他把车也改得非常漂亮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底下呢都是老邓家装的 这个 而且这个漆呢也是他呃自己后来找人喷的这个漆 当心的嘛 嗯 一尘不养哈 我的车子一尘不养 对 他上面的话还有一个行李架 哎 老邓那你平时用水咋解决呢 我用水的话 我就是有水桶嘛 然后户外的水桶 水桶啊 接的 基本上可以接 60斤水吧 30升 到了哪之后 你车上一般不储存水是吧 储存水 或者是直接储存到水桶里面 储存在水桶里面嘛 对对对 然后饮用水的话 你们看这个 饮用水的话就是 都是买的这种框源水 然后喝 煮饭洗菜用的就打了自来水 对 看一下他这底下收纳的空间还挺大的 对 我现在在收拾 嗯 所以乱 嗯 然后前面就是副驾驶啊 现在还在收拾 对 他平时副驾驶 他副驾驶这边放了 这个是啥冰箱吗 呃 保温桶 保温桶啊 副驾驶平时就是放当天 买的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 食物 食物 哦 全部都放在里面了嘛 对对对对 你看他这个 小窗帘 小窗帘直接 也可以当隐私帘 遮光帘用 对 平时就直接固定在这 还有这些车 这里面都是 熬了蒸皮的嘛 哦 这都是你后面改的 对后面改的 颜色也是后面改的 嗯 那你总共下来 能花多少钱 6 6万多了 咦 我的妈 可以的 看一下老邓这上面啊 车顶都是翻毛皮的 翻毛皮的 对他这个车 他是做了一个那个 隔音保温的一个处理 对 他这个整车看起来就这个样子的 非常好看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非常的好看 这个是老邓的那个 这个 这个是老邓的那个西瓜视频 大家如果有 有感兴趣的可以联系他啊 哇 我感觉他这个床比我的那个平多了 肯定啊 嗯 也舒服 就让个垫子就睡觉了 对对对 而且他这个直接就是 不用买床垫了 西瓜视频 西瓜视频 你看 西瓜视频 你看 哎呀 是不是 对对对对 你看这里还有一个 还能放一个人 是 这里还能放一个人 是吧 对 正常是够的 两个人这个其实都够 这其实一家三口的话 小孩也可以睡到这边 是不是 你们头就直接睡到这边 对 小孩可以睡到这边 对 就稍微挤一点 但是如果说瘦的人的话 就可以 瘦的人没问题 嗯 然后也可以设计这个座椅 做到个这个平 就是一米二五 一米二五 对对 那边可以加装个柜子是不是 对 可以加装个柜子 哦 也可以把这个座椅 直接做到这里来 对对对 他都可以的嘛 嗯 是是 做大 他不管你 做少了他就管你 嗯 做大你 你安全带的 数量对着上就行了 对对对 那像这个车你当时改装的时候 没应该不用包备吧 要 要包备 哦 对对 那如果不改颜色的话 像你这车里面 改颜色改里面是不需要包备的 对对对对 座椅有就行了 对因为有好多朋友都问我啊 因为我那个车也是改了嘛 然后有好多朋友都问我 说是 小贝那你那那你这个算是非 非法改装嘛 其实只只要咱们平时不拆座椅 你不动原车的颜色 都是不用去包备的 我这个的话呢 我座里面是可以做紫的嘛 对 1米8的 这个就比较香了啊 我那个车大家都知道是坐不直的 对啊 得猫着腰 这个就是根据自己的身高 把座椅抬高了 里面又可以储物 然后我上面也不碰头嘛 你看 对对对 哦你这个是专门定制的这样的一个 我根据我自己的使用情况定制的嘛 这样我下面 那个是空调的吹风口 对这个有中央空调 哎 对啊 很猛的 我的天啊 厉害了厉害了 两个空调 这是你后来改的吧 没有没有 原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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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原车带的中央空调 厉害厉害 特别舒服 厉害厉害 好了那行 谢谢啊老邓 谢谢你给大家讲解这么多 我看你这还带了一个温度计是吧 温度计就是 比如说到极冷的时候就看到 现在的温度嘛 现在当天现在的温度20多度嘛 哦 25度还是比较舒服的 对对 还是比较舒服 对对对 看一下具体的天气一半 呀老邓我觉得你这 是一个特别细致的人哦 好不好 这车子 喜欢有没有的朋友啊 给小贝点个赞点个关注啊 有没有谁要这辆车的啊 这个可现在都停产了 这个是一辆陵木的一个浪迪啊 虽然说是两驱车 但是他爬坡干啥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比我那个轻松多了 他这个是后驱 老邓现在还在搞卫生了 刚才老邓给大家呢 把他的这个改装的这个车讲了一下 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啊 呃 反正呢 有好多朋友都问小贝 说是小贝我开什么样的车 能去西藏 能去新疆这些地方呢 呃 其实我告诉你啊 就是 只要有一颗想出去的心 只要你有时间 你就可以出来 什么车都可以 好了 那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拜拜 下期见 所以呢 吶